一定就是肉丸嗎 會不會是什麼水晶煎餅 什麼水晶盒子 而且其實它這個醬汁沒有很鹹 它完全就是補充了一點濕潤感之外 多了一點鹹甜鹹味道 讓我們去感受肉丸肉香的感覺 你們有看過長亮的肉丸嗎 是不是很特別 老實說我第一次看到 而且我覺得這個老闆 一定是對某些成分有非常堅持 因為其實 他如果要這樣脆脆的用炸的就好 可是剛剛我問他的時候 他就講說 不行 因為你用炸的 會沒辦法打到這麼脆 你一定是要油煎表面下去 可是缺點就是要很花時間 它會一直凍掉 因為我們之前看到的是 他把它放到整個油鍋裡面去抓的 對不對 這種鐵板的還沒看過 是不是厲害了吧 長得這麼特別的肉丸 你們沒看過吧 真的沒看過 你確定這是肉丸嗎 會不會是什麼水晶煎餅 什麼水晶盒子 不許你亂說 唉唷 說這句話要付出代價的 它就是油煎肉丸 而且呢 我們一定要把醬跟肉丸分開 為了就是不要讓它濕掉 讓它的脆度永遠都保持在這樣 每一口都是超級脆又Q 我覺得要怎麼分辨手工肉丸的好處 就在於說 一般工廠做的 你會看到肉是整圓的 夾整圓的 對 對 對 那它這個你會發現有沒有 你知道嗎 都是這樣拆開來就這樣 一小塊一小塊這麼結實的厚骨肉 那我這個原味它就加了這個 豆薯下去 然後重點是 脆皮的部分有沒有看到 它為什麼今天只用這樣煎 是因為這邊就這麼脆 可是裡面是Q的 裡面就是保有那個肉丸 本體那種Q度的感覺 而且其實它這個醬汁沒有很鹹 它完全就是補充了一點濕潤感之外 你會喝了一點鹹甜鹹的味道 讓我們去感受肉丸肉香的感覺 跟脆皮的感覺 我們可以試原味道 你醬要再沾一點 可是... 可以 可以 趕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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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不是很緊張 我很緊張耶 我怎麼跟他老闆一樣 對啊 它麵皮真的很脆 可是因為它這個皮很厚嘛 所以你看它嘴巴裡面 都吃那個皮的那個感受 那裡面呢 因為我可能我今天這邊 我吃到的是... 豆腐 對... 那增加一個脆口感 而不是說... 筍乾那種酸酸油咬心的感覺 它除了有原味的之外 它其實有兩個限量 就是大五的那個九層蛋 九層蛋 對 然後我的這個是筍乾 怎麼了 它真的超脆的 而且它的肉 隨隨便便都這麼大一塊 它裡面的那個肉的香氣 是會越咬越香 而且它有用一些香料下去醃 所以我很喜歡它裡面的那個肉的味道 我覺得它這家 因為它們包含都自己做的 所以其實你很明顯看得出來 這個筍乾是很新鮮的筍乾 剛其實偷吃了一口 我就發現它其實筍的這個鮮甜味是有的 我來吃吃看我這個九層塔的 欸 怎麼樣 我沒有吃過肉 怎麼...你剛剛有一度好像沒有 那個吸不到光劑是不是 沒有 我沒有吃過肉 裡面有九層塔的耶 而且它裡面還有洋蔥喔 對 那有九層塔 你的感受是生氣還是很驚喜 它有點跳突我對肉的認知 加上它裡面有點... 所以你也覺得這不太吃肉 對 我本來剛剛以為是一個 異國料理的感覺 對 因為我又加了香菜 然後又有點蒜 又有點加辣醬 我把它稍微就是... 它的那個醬汁稍微的改造了一下 然後再又吃到那個洋蔥還有九層塔 我會覺得很厲害耶 它的組合變化很多耶 我們吃飽完一定要配的四神湯 它這個四神湯滿濃郁的耶 因為裡面料真的很舒宅 好香喔 欸欸 哇 隨便都這麼多 你看怎麼會這樣啊 哇哇哇 那是什麼啊 都撈不完耶 裡面的那個料 而且你看喔 這邊有寫喔 不管你要哪一種口味 菌衣價 米糕 還是四神湯 菌衣價 35元 這種國氣的價格就值得給它掌聲鼓勵 哪怕你再怎麼喜歡真派 我覺得其實感受一下這種煎炸牌的 你看油煎派 油煎派 但是有點煎炸 油煎派的感覺 我覺得是白胖 或者是假派 對... 你不要忍到它就好 每一口都是錢的感覺 錢沒有不見了都被你吃下肚 感受得出來 有沒有 新鮮飽滿的生蠔 然後加上魚卵 海膽跟生蛋黃 所有味道在口中一次爆發 滿滿的鮮味跟香氣 一口吃下去 太爽了 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就是吃超票 就是那種票 我們以前都沒有在吃超票 應該是贏了貌服 你知道嗎 對... 就是每一口都是錢的感覺 錢沒有不見了都被你吃下肚 感受得出來 有沒有... 你最近虛擬世界太盲目了 來來來 現實要補一下 那我們從10點就開始吃支票 你就先 因為我跟你說 一般的生蠔只有生蠔 你看它上面有生蛋黃 然後還有這鮭魚丸 鮭魚丸 好海膽 好像是生蠔嗎 我以為那個生蠔怎麼長不一樣 真的是 有些人的世界 你趕快敲門進來好不好 來來 空空空 你先吃 就這樣子嗎 不要忘記整個倒進去 整個 有錢的世界好難懂 有錢的世界 大門以外你開 不是 所以有錢的嘴巴都沒有打的是不是 你可以用後面推一下 你用後面推一下 沒有我覺得要這樣子 這樣子啦 比較優秀一點 你比較優秀 Oh my God 財富自由的世界來了 一丁都剩耶 怎麼樣 九爺怎麼樣 他有離有錢的還有段距離 有點太刺激了 你看新鮮飽滿的生蠔 然後加上魚卵 海膽跟生蛋黃 所有的味道在口中一次爆發 滿滿的鮮味跟香氣 一口吃下去 太爽了 我跟你說 很新鮮啊 第一次總是害怕的 後面就會越來越 舒服 你有看到後面這些 新鮮的這個龍蝦嗎 然後這些帝王蟹 這他惡補 這他惡補 在這裡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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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醬跟飯炒得非常剛剛好 而且他燉的這個東西其實我覺得是台灣人會喜歡吃 因為有一些燉飯會比較硬 有那個米芯的感覺 但這個沒有 而且他完全吸飽了海鮮本身的鹹味跟香氣 再加上這個濃郁的奶香 最厲害的是裡面還可以吃到蟹膏 跟一絲一絲的蟹肉整個扒開然後可以放在裡面 完全不沾手 而且整個螃蟹的精華全部都在這個燉飯 你吃一口直接Under the sea 好好吃 我跟你講 他的點心直接 對 已經出來了好不好 對 全部都處理好了 怎麼樣這很棒 等一下一人一隻 不要說對你們不好 哇哇哇哇哇 好不好一人一隻直接吃起來 我剛剛吃到了十千塊 好好吃 我跟你講新鮮的海鮮就是不一樣的 太好吃 我們今天就跟著吃下去了 太好吃 飯也好吃 我覺得可以收工了 跟我就跟對了 而且我跟你講喔 愛吃螃蟹的吃這個燉飯對不對 如果你是龍蝦愛好者 看看中間這一隻龍蝦披薩 這個很誇張 上面全部都是整隻的龍蝦肉 因為老闆端出來的時候 整隻蝦子在那邊 對 還有彈性 而且它是做這個薄的餅皮的披薩 所以它底下是速度的 因為它這個太有說服力了 上面整個龍蝦肉 你看看 不好意思你看我們九爺這一塊 有多少龍蝦肉 那三分那塊給我 三分那塊給我 這邊也 不要不要 你打包袋子 你的三分 你的三分地位現在就只能這樣 我只能這樣 三分地位只能這樣 喔 對不起 他把它吃掉了 你看 他說團體沒有不合的 團體都有不合的 都有不合的 請問你跟誰合啊 蛤 跟誰不怕合 我最會合了好不好 怎麼樣怎麼樣 那你們龍蝦吃掉 不是披薩 沒有 我很遇到 因為這樣外面就是這種 這樣那種披薩很成 就直接它有幾塊 很小的那種 很小 它整隻可以上去 然後連這個頭都端出來 可以 Unbelievable 今天的行程小爛應該會愛爆 這個披薩上面的龍蝦肉 真的超誇張 吃進口中呢 滿滿的鮮甜 大概在披薩上面 滿滿的起司 跟烤焦上的餅皮 整個口感 無限可惜 老闆說 宜蘭花蓮那些炸蛋 蔥油餅 都沒有他們這家來得到 炸蛋 我以為吃起來會油油的 但這家的蛋餅 我覺得滿意外 就是它的口感就是 就是不油膩 然後還很酥 然後裡面 哇哇哇哇哇哇 期待已久的 這個就真正的古早味 聽說好像是 十足 老闆說 宜蘭花蓮那些炸蛋 蔥油餅 都沒有他們這家來得到 炸蛋 你有沒有覺得是炸雞的感覺 對 很好吃耶 很好吃嗎 而且重點是它裡面放菜脯 對 它第一層是酥脆的 然後第二層是 有點比較餅皮感 所以它的光視覺上 就是有兩層的口感 對 我看它吃起來 真的是有兩種口感 有一種在吃那種 對 麵皮那種餅 然後外面再多一層酥脆的東西 對的 我覺得它這個 原本我以為吃起來會油油的 但這家的蛋餅 我覺得蠻意外 就是它的口感就是 就是不油膩 然後還很酥 然後裡面有兩層口感的感覺 然後中間那個半熟的蛋 我覺得 太讚了 然後胡椒調味 整個層次變得超級豐富 其實我覺得吃下這個東西 一大早的心情都還會蠻好的 重點是你吃的是 時常會咬到菜脯 那種菜脯的味道啊 讓我想到以前古早味的感覺 因為呢我跟妳說 因為菜脯就是 如果有看魚肉巷 我本人是很討厭吃菜脯 它的菜脯 它的口感 我剛剛單吃菜脯 它的口感是偏甜菜脯一點點 它沒有那麼鹹 對 甜菜脯 它的味道我個人是OK的 重點發現說這種東西 有一點那種 欲罷不能的感覺 對 一口接一口 所以你們要多講一點 你們要再講完的時候 大概就被我吃完了 而且你們在看喔 它連整個麵皮裡面 直接是把蔥包在這個裡 喝喝看它的豆漿 這是純手工的豆漿 各位以前來觀眾朋友 這種豆漿其實在我15歲的時候 我喝過一次 15歲的時候 就是很農業時代的人 的那種豆漿味道 不一樣對不對 那個豆漿很不一樣 跟我早餐店喝的豆漿 完全不一樣 就豆漿真的是好 這個豆漿很厲害 很順喔 這個真的會特別想要來這邊吃 喝起來很像 有一點點像奶茶那種順口的感覺 唉唷 怎麼會形容啊 你們的年紀因為太輕了 你們大概沒有那一種 早晨到五六點的時候 有人推著豆漿去賣的那種感覺 沒有還在睡 那對 都還在睡 然後豆漿店推過去 然後在冬天很冷 你喝了一碗豆漿 整個溫暖的幸福都出來 你們沒有那種 沒有那種經驗對不對 好像沒有 因為我56歲了 我有 我六歲的時候 就喝過這種路邊單的豆漿 就是這種味道 對 它一定要早上 很早就起來 把豆漿弄好之後 然後再把它推出去 就是它是手工 然後古早味 才會有這種天然的感覺 那它要愛家愛戶的 看有誰需要這樣 那現在根本就沒有 現在很方便 有時候你會認為說 這豆漿為什麼每一家都一包一包 好棒 因為不曉得來一個人是怎麼樣 我跟你講 來這個地方吃這樣的豆漿 絕對會口味到過去 很舒服啊 那你在這邊還可以吃到 那種客家風味的 梅干菜的烏肉飯 你看 切得這樣一絲一絲的 然後 烏肉粽的水 咬錢真的太過重 欸 欸這個太扯了吧 欸 哇 它這樣一碗 欸 五十塊錢 它怎麼這麼多 這個應該是五十年前的物價吧 不這麼多欸 我先踹一下 OK了啦 這看起來很溫 溫 溫的壓 溫的壓 屁 很好說 人家如果 人家大部分都覺得鴨肉很容易 柴一條的感覺 可是它這個鴨肉的那個濕溫度啊 那個裡面那個油啊 搭配它很用心的 是這一個肉裡面 其實它是有肥有瘦的 大部分都吃不止吃的時候 那是故味 所以那時候你會覺得 你知道嗎 很 很濕溫 從這邊 你看這種地方喔 我最最喜歡它這種 皮帶有厚度 那種脂肪吃下去 鴨魚的那個香味 全部都跑出來 它就飛得很好欸 超好欸 我要跟大家介紹這個 鴨肉飯 梅干菜鴨肉飯的時候 我不小心撒下去 你看這個膠質有多少 有些黏上 這個肉直接這樣黏在我的大鬍子 這膠質 而且這個肥瘦 發肥的 讓你在這邊還可以吃到這個 那種客家風味的 梅干菜的鴨肉飯 切得這樣一絲一絲的 直接來 雙享受 你問我 沒有 要不要附近 有一些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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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有 我跟你講 他的那個鱈肉 吃下去的時候 算一算你看起來 肥的部分 它是八戀了嗎 我再吃下去 他真的就是化開 還是豬油的那個香甜味 除此之外 你要搭配他的媚 他沒跟他調味 最剛彈喔 它不會說過癮或過癮 帶有那種醃製的香味 因為它那種沒要在咬嚼的口感 爬飯的時候就會有那種醃製的香 跟那種豬肉的甜味 都在裡面 如果當賣這個的話會變成冰店 當賣這個的話會變成冰店 但是來這邊是combo都吃得到 喔真的 欸 我跟對路人欸 今天我跟他一起吃 這個你們真的錯過 真的很好吃 梅肝太腐肉飯 好 好 我跟鞋餅說我拍一次吃明魚辣 可是這番鈍都點都別點一下 不是在冰牛肉 冰牛牛肉 冰牛肉 冰牛牛肉 它主要是等生物 大家看那種 哇這個羊肉師裡面 再在想吃 欸是我錯覺嘛 因為我剛吃完這個羊肉 這樣藥 因為這個湯它出來有它的鮮味 但其實它有點是鴨的湯 他應該只是準確你鴨有還有 沒有沒有 真的它最近是用鴨湯 真的等等 很鮮喔 是鴨湯底嗎 還是有家裡的棒櫃 沒有 你怎麼會這樣 是我的 他其實他這個 真的是用鴨湯底 然後他有這個 魚 虱目魚 這個 我覺得 我覺得要來要分這個 你在播出的時候 剛好天啟院的 剛不好吃的時候 你喝個剛過一樣 然後我浮身體 整個暖起來 而且它那個藥材的味道 是醇厚的 但是不會讓你覺得那種 藥材味道太過重 反而喝下去是很香 搭配一點薑絲 跟這個羊肉吃下去的時候 整個嘴巴裡面就是口齒融蕭 這家真的很好吃 還有人跟對路人 真的嗎 如果在路人要去掃墓的話 我們實在是要 阿嬤很屌 你知道嗎 為什麼你們想過這問題 我們為什麼去跟對路人 現在這個季節 我們已經避開了掃墓的可能性 所以誰會在這個時候去掃墓 對 連掃墓 拿好他來掃墓 我一直想去掃墓 我們就跟人家走 我也想去掃墓 沒事 這樣很好啊 新作法 對 當地人 就假的 它有這個牛肝 然後牛肝 牛肝 牛肉 什麼都有 它這個牛肝 一般你吃的是脆口的感覺嗎 它這個吃下去 為什麼是那種豆腐的感覺 一吃下去就整個化開了 好軟喔 而且很鮮 然後那個牛味 在整個嘴巴裡面都是耶 不同的部位 有不同的層次 來來來來來 頂級的油花了 頂級的油花 是部位的不同嗎 對 就是剛剛你們說 有一個老先生都會來吃 沒錯 每天吃一碗 而且它這個 這一個部位的肉 一條牛就是只有一小片 可以吃一個嗎 它是脆的耶 它就是溫體牛最好吃的地方在於說 它沒有經過冷道 所以你吃得到所有肉的原汁 原味的水分 然後再加上它 因為它這塊肉 帶著油花 其實不是油 因為它剛有修掉 它剩下來的芥油燙過之後 反而是變得像筋一樣 脆脆 Q中帶 Q中帶嫩 這個好好吃 我跟你們說 這個是你一咬進去 跟在咬的時候 跟你吞進去的時候 整個嘴巴裡面的味道 是不一樣的 太神奇了 我真的被收服了 我真的會願意為了它 被收服 妳是收服它嗎 為了它怎麼樣 為了它下台南 等一下 聞到我 妳前面那個米酒是什麼 我這個米酒是店家推薦我們的 你滴一口湯 可以先喝一下原味 原味就是 這個湯頭一喝下去 除了是牛肉味十足之外 它裡面 喝下去以後 居然會回甘 因為它裡面加了很多的蔬菜 它有牛蒡 洋蔥 鳳梅 鳳梅有沒有 對 它加了久之後 我覺得這個湯的厚度更深 就像我們在吃薑母鴨的時候 妳會加一點酒進去 會讓那個更酸 而且我覺得加了米酒之後 牛肉的鮮甜味也提升了 就是我剛剛吃第一塊 跟我加了米酒之後 再吃這個牛肉 它的牛肉的甜度 又更明顯了 介紹一下我這個碗 我們這個碗就是 屬於比較貪心 或者是喜歡滿足的感覺 對 就是妳嗎 它有這個牛肝 然後牛筋 牛沙 牛肉 什麼都有 它這個牛筋 一般你吃的是脆口的感覺 它這吃下去為什麼是 那種豆腐的感覺 一吃下去就整個化開了 好軟 而且很鮮 然後那個牛味 在整個嘴巴裡面都是 不同的部位 有不同的層次 而且大陸我跟妳說 這裡有個很厲害的東西 什麼 就是他們 他們點牛肉湯會 燒牛肉造飯 而且它店名上面就有寫 對 它說西螺店牛肉湯 復免肺肉造飯 所以肉飯吃起來就是它那個 醬油的那種祈福的味道 它會吃起來甜甜的 這真的很滿足 真的 然後他們除了有牛肉湯之外 前面的這一些炒菜也都是 當地人說來必點的 沒錯 而且像這個芥蘭牛肉啊 這個芥蘭看起來好 老闆說 對 是跟這個北部的芥蘭吃起來 不一樣 不一樣 北部的芥蘭的芥蘭 和我們台南的芥蘭吃下去 所以我都希望我們北部的芥蘭菜 是又黑又不又硬 這個有個北部的芥蘭菜吃到 我們的芥蘭菜之後 肉味很百分 這麼虧 很虧 這是芥蘭菜嗎 這是芥蘭菜嗎 哇 好嫩到吃起來有一點 超嫩 小白菜的口感 它真的就是那種你知道 嫩妹的那種感覺 很嫩很嫩 口感一定是像 我就比較像黑菜的感覺 脆脆的 不會說像我們在台北吃到 梗又粗 然後葉子又苦的那種感覺 好好吃喔 可能說牛肝也是他們特別的 對 麻油 牛肝 太新鮮了吧 好吃 就是 好新鮮 這個牛肝它新鮮到 你根本不認識它 因為你認識的牛肝 是那種比較硬 但是它是軟嫩 你用看的就看得出來 它其實真的非常地軟嫩 吃起來口感我覺得很像 像鵝肝的口感 重點是因為 它這個處理得非常好吃 因為如果薑要煸到這個程度 牛肝一起的話 一定會太軟 所以先把薑煸好之後 然後牛肝是後面再下去 等於這個已經先熟成過了 然後再下去之後 讓兩個熟度 香度就剛剛好 老闆的優心 很棒 所以真的要早點來 因為你看這些好的部位 早來才吃得到 這就是為什麼這麼早叫大家來 很棒 我認真 這家沒有我沒有記憶 因為我真的吃過很多牛肝 我剛剛在路上也剛剛講 我吃過這麼多家 我喜歡哪幾家 可是這一家是真的 好啦 我不會罵你 我覺得很值得 是可以吃過你的地方 是可以吃過你的地方